其實我很愛在台北騎車 然後我自己本身 主要交通工具也是騎車 舒豪自己本身很滿會騎車 沒有遇到太精簡的事情 就是比較用打油擊的方式 來拍這個東西 之前看很多台灣電影 就很多機車的畫面 就是不可或缺的 只要有台灣電影一定就有奇蹟者 然後讓我覺得好浪漫呀 覺得我個人比較偏好 比較復古 比較懷舊的一些建築物 然後一些風景 一些我覺得比較 不是觀光客會去到的地方 對那所以我就選了很多 比如說像山蟲 比如說像新莊 像烏來 像山峽 櫻哥這種 比較沒有都市氣息的感覺 像新莊廟街我其實 就是有拍了很多場景 像比如說我們在拍黑道追逐的時候 然後又有用了他們的就是街道 還有他們的廟宇 還有那個菜市場 那而且我們剛好是選在 就是特別選在 媽祖丹辰的那一天去拍攝 另外還有比如說像 新莊有一個很很古老的麥芽糖唱 然後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場景 就很古老然後又很有味道 很有台灣味的地方 這個故事就是講一個大陸的女生 然後來台灣找他奶奶的初戀情人 然後遇到了一個台灣的公務員男生 兩個人年紀差不多 然後發生了一段尋人的 但是又非常幽默有趣的故事 然後中間發生了很多感人的 也有很多讓人笑點不斷的故事 也對台灣整個就是風景啊 人文特色都有很豐富的探討 覺得跟以往台灣電影不大一樣的氛圍 很豐富然後我收穫很滿吧 我應該這樣說 我都覺得好像對台灣始終有一種很神秘 好像回到了過去的時代 比如說像民國啊 那種好像已經消逝的一個時代 好像居然還保留著 然後也保留了中華民族傳統最美好的一部分 不算是有很神秘的 也不滿足 會不會不滿足 不滿足 可是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